你知道電流不一定都是平順的直線或規律震動嗎? 像這些波形其實是決定了電的特性、效率甚至東西會不會損壞 震弦波是最標準的交流電波形 像我們家裡的110V 工廠的380V就是用這種波形 它平穩、連續、對馬達、變壓器作為友善 效率也最好 方波就是一開一關最直接 常出現在數位電路、MCU控制輸出 比如說馬達用的PWM 就是靠著快速的方波切換來模擬不同的電壓 句子波的用途比較特別 像是試波器裡的掃描訊號、控制系統裡的持續觸發 甚至有些PWM控制 用來產生誤差波形的比較電壓 也會用到它 總結來說 正前波拿來輸電最穩 方波適合控制 鋸齒波則出現在持續與掃描系統 搞懂這些 對電路設計和維修都有幫助喔 你最近有遇到哪些奇怪的波形嗎? 或是還想知道更多波形的用途 歡迎留言 也別忘了訂閱 對了 你知道家庭用電最常用的是哪一種波形嗎? 歡迎在下方留言看看 你們可以看到嗎? 對